王夫人为什么那么讨厌林黛玉? 王夫人这个人诚服很深,她基本没有怎么表现过她喜,不喜欢谁她唯一讨厌的,就是打扮妖艳狐媚货主的人,所以她对情文处理起来一点情面都不留跟随。 她多年的金串只因为一句挑逗甲宝玉的话就被她逼得跳了紧,她说她喜欢习人这样笨笨的,其实也就是喜欢她自己习人和薛宝钗多少少,都有点她自己的影子。 很默默地做事但是又都比较有心,王夫人对于情文基本没有什么印象,但是王善宝家的一段话,让她初步对情文有了一个的印象,这个印象先入为主,已经让她把情文定义为这样的人了。 然后她又忽然想起,以前见过一个打骂小丫头的人了这个月自然,也就是情文这个人了这个时候,她才意识到情文和林黛玉长得很像。 所以这种形象转移便在王夫人极度动怒的时候不由自主,那就形成了所以在王夫人的心中会有一种很不合规矩,也没有证据的意识,或者想法就是林黛玉也, 是这样的人是她平时最恨的那种人王夫人,虽然话不多但是很圆滑飞,常会做人,但是林黛玉在这方面就差得多,那总是各种各样的小脾气对于这,一点王夫人一定是看不上的。 这完全是不上路,而薛宝钗和习人才是真正伤道的人,所以对于林黛玉这种真性情的人她不喜欢也可以说,可她不是一类人。 另一方面林黛玉经常哭经常闹脾气然后一生气,就要贾宝玉来哄这种做法,在王夫人眼里跟勾引没有什么,区别可能当初赵姨娘也是这样。 把贾宝钗引走的虽然王夫人表面看起来是个很大度的人,但是对于和自己分享老公分享家产的是她心理,一定是排斥的。 因此她一定是恨极了这样的人,在这林黛玉身体不好还未出格就病病泱泱的一年四季步,别要那么如果真的结了婚向生孩子传宗接代,这样的事肯定不行,这是大事。 虽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,但是嫡子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,而薛宝钗正好是那个血缘又近。 身体又好又知书达理的人没有对比,就没有伤害薛宝钗来到贾府别的,先不说王夫人心里的那赶唱,首先就偏,到了她这里不要说薛宝钗和她血缘啥,心境就算没有血缘关系,王夫人也会选择薛宝钗,而此时又有公里原非的兽,以王夫人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, 这因此,便会格外不喜欢林黛宇,标签,王夫人,林黛宇,秦文,贾宝玉,薛宝钗